每個國際發行中都有選擇 飯 雞 飯 雞 我是飯 雞 菲 在環宇新聞台 跟大家一起看世界多吸管 飯 雞 菲的環宇漫遊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海綿寶寶 我是蔓蔓 我是思涵 我是佳麗 我是雨潔 我現在在吃飯 我現在在深海的大鳳梨林 我現在在平凍 我現在在家裡 我現在人在台中的美額美 要提醒您飯 雞 菲的環宇漫遊 我是在美中二的下午 不知等 最後的新聞事件 就必須等到下星期囉 我們把時間交給雞 菲 歡迎收看今天飯 雞 菲的環宇漫遊 今天我們來談談美國總統川普 又賣了一批軍售給台灣 我們要去放鞭炮了嗎 俄羅斯有位女大聲 竟然對男性開腿乘客 潑灑漂白水 開腿錯了嗎 馬其頓因為跟馬其頓省撞民 被希臘排擠 我以後也要排擠日本 因為日本也有松山跟岡山 大家好 我是飯其斐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節目呢 最喜歡翻的牌子就是 川貴人 上星期我們講大法官提名人 被控性侵 明明不甘川普的事 我們也要扯下他跟蘑菇人的關係 但可能是因為這個主新聞裡面 沒有他 欸 竟然吃味了 就跑去跟別人談戀愛啦 我知道你現在喜歡金小胖 但是我們也有很久的關係啊 我從你競選的時候就 關注你到現在 雖然是沒講過什麼好話啦 不過我們台語講 欸 良在賣 那不是 所以罵你是因為愛你嗎 絕對不是 OK 但是絕對不可否認一件事呢 就是川普上台之後 台美關係有了很大的變化 最近一個大新聞就是 川普政府又批准了對台軍售案 美國國務院批准對台軍售案 預估總金額高達3.3億美元 同時他們也強調這次的軍售案 不會改變區域的軍事平衡 不會改變區域軍事平衡 那我們是買這些F10級來幹嘛 是在前面可以自拍嗎 還是說可以讓民眾心理好過一點 可以說 欸 你看我有這個 欸 你知道嗎 這還真答對了 很多專家都指出呢 美國對台軍售 象徵性異議 大有實質異議 這跟川普在台灣被友邦 接連斷交的時候呢 幫台灣出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美國國務院在稍早7號 以發言人諾爾特的名義 發出聲明表示 已經召回駐多名尼加大使伯恩斯坦 薩爾瓦多大使馬尼斯 以及巴拿馬代辦康若山 以了解派駐國與台灣斷交的決定 老實說呢 這個把大使召回 這也不花什麼本錢 但川普呢 還是做了這個姿態 這個台灣是我在照 OK 但大家心中難道沒有另一個疑問 就是川普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寫過9個總統在美國 備受尊敬的著名傳記作家 伍華德出了新書Fear 在接受紐約時報的訪問時 伍華德提到了這一段 川普跟國防部長馬蒂斯的對話 總統先生 你的工作除了賺錢之外 是還包括避免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戰好嗎 但從這個對話 大家也可以聽得出來 對為什麼要保衛台灣 川普自己也充滿了質疑 看到這裡 大家可能覺得我小題大作 川普自打嘴巴 這是第1254次了嗎 這有什麼好討論的 你講的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想討論的不是川普的對台政策 而是美國為什麼要介入其他國家 或其他區域的衝突事件 首先我們來看看 建國不到250年美國 歷年來介入過多少國 這個我本來打算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念的 但你看看這個紀錄 是要念到半夜嗎 這還是直接介入的 這個間接介入 我們還沒列完 這好像還沒跑完 那你們大家自己看一下 我休息一下 Alright OK好跑完了 OK OK好 這個雞婆不一定不好 老實說呢 我也是雞婆那一種 隔壁家夫妻吵架大打出手 我想出去勸個架 讓他們不要鬧出人命 但是我老公把攔住 說是人家夫妻的事 你又不懂管什麼管 你先去把這個狗大片清一清吧 結果我們夫妻倆自己 真的在家裡就先吵了一架 其實美國那一部 每一次有人要出去管閒事 夫妻都會先吵一架 曾被紐約時報派駐中美洲 柏林土耳其的資深記者 現在在布朗大學做研究的 Steven Kaiser 就美國的好管閒事 寫了很多本書 Kaiser提到 早在1898年時 為了是不是要將美國勢力 從北美洲擴張出去 是不是該跟西班牙打仗 拿下西班牙 狹下的殖民地理如 菲律賓等 美國內部就已經分成所謂的 介入派 也就是雞婆派 跟隔離派 也就是自掃門泉雪派 兩大陣營 那麼雞婆派的代表人物 有當時在當副總統 後來當上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 這個老羅斯福有多好戰呢 他認為戰鬥是唯一的生存方式 只有不長腦的水母 才會尋求和平 水母在偉大的美國 是沒有位子的 他把兒子送到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 並期許他們呢 最好是能少隻手 或少隻腳再回來 哇 這是不是太悍了 這不是用這個雞婆能形容他 連鷹派都強度不足 連老鷹都不會希望 自己的孩子殘廢吧 所以這要用什麼來形容呢 唉 想不出來 世上哪有這種生物 所以大家想出來的話 可以來告訴我 好 那另一邊 自掃門選選派的這個代表人物 有著名的文學家 馬克土恩 及當時美國首富 高鐵大亨卡內基 卡內基對美國用2000萬美元 跟西班牙買下 菲律賓的行為非常不齒 曾經質問美國的這個雞婆派 唉 我們到菲律賓是要用哪張臉 來面對菲律賓的血統啊 是教他們獨立宣言呢 但是同時又剝奪他們獨立的權利 卡內基甚至說 他願意出那2000萬美元 買下菲律賓並放他們自由 所以說卡內基是自掃門全選 其實也是不對的 因為2000萬買他人自由很豪氣 不過當然我也可以說 我願意花這個20兆 這美金好了 把月球買下來 給我媽當作中秋節禮物 這不是錢的問題嗎 後來當然是雞婆派贏了論戰 美國打敗西班牙 拿下了古巴 波多黎各 關島 以及菲律賓的控制權 這只是開端而已 美國後來不停地以戰爭插手他國事務 結果呢 越戰死了很多人 韓戰死了很多人 90年代波斯尼亞戰爭死了很多人 2000年代伊拉克戰爭死了很多人 怎麼好像這個舉來舉去 都是不好的例子怎麼辦呢 這樣好了我們去問剛剛提到那個 就美國的雞婆傾向寫了很多本書的 這個Steven Kaiser好了 他就這個題目寫了10本書 他應該很懂吧 所以我們就花了個重金 就是新台幣50塊 其實就是網路費用啦 打了個國際電話 給在美國的Steven Kaiser 好嗎 Hi Steven, how are you? This is Qifei Can you hear me okay? Sounds good Okay, so Steven Is there any good results that was produced by American intervention? I do think you can look back on some interventions as having been successful because there was something on offer in a previous era that's not on offer now and that is after we intervene in your country and overthrow your government we'll take you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for example we intervened in Hawaii and quite brutally overthrew the monarchy there and later on just seized Hawaii but Hawaii then becam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was able to at least as long as you're not a native Hawaiian could say that actually in the long run it produced a beneficial and a stable and a prosperous society Even Puerto Rico which has had great trouble in it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want to look around at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neighborhood like Cuba, Dominican Republic, Haiti and say maybe it wasn't so bad that we were taken under the w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fully 這個夏威夷模式聽起來不錯啊 這波多黎一個模式是差一點 那上次大風災過後川普愛就不救 不但亂丟這個救援物資連死亡人數都要爭 真是太不尊重人了 不過呢筆上不足筆下有餘 勉勉強強啦 OK Steven I'd like to have the Hawaii model But that's not on offer anymore We don't offer that to anyone So all we're doing is telling them We want to get rid of the government you have because we don't like it And we don't stop to think about what comes next We have this fantasy That Switzerland would suddenly emerge In Iraq or in Libya As soon as we get rid of one or two bad people And actually the reality is We take down governments that we can actually deal with And we leave absolute ungoverned chaos Which is what we've been producing in much of the Middle East In recent years Well 搞了半天 我唯一能吃的這道菜 人家早就不做了 夏威夷跟波多黎各 都是1898年併入美國的 最後一個成功的例子 是發生在100多年前啊 這美國到底在幹嘛 So Steven why does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o intervene In foreign countries that fear so much The first thing that happens Is that a government in some foreign country Starts to bother an important American interest or corporation And this corporation then goes and complains to Washington That's the first step Usually if there's no trouble for American business We don't even notice the country We don't focus on that country 所以一個國家沒有市場的時候 美國就幫你當空氣就對了 OK So Steven What's the second stage? If a foreign government Is bothering or harassing an American corporation That's important to our economy That government must be our enemy That government must be hostile to us That government probably poses a geopolitical threat And could be in league with our enemies And that's why we want to intervene Oh 不跟你做生意就翻臉啦 怎麼這麼沒有人情味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The intervention was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sometime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s finished At some point when we're called upon to justify it We go into stage 3 We say We only did it to rescue the suffering people in that poor country We did it for human rights We did it to help We didn't do it to get anything for ourselves 好啦 就算是自己騙自己 美國真的還是有推倒好幾個獨裁者嗎 Steven How about Libya Remembered the dude Galafi He was going to kill his own people To prevent that We invaded We bombed And we promoted the overthrow and assassination of Gaddafi So what do we have now We have a country without a government It's an open ungoverned space for terrorists It is a place where weaponry is spreading all over North Africa From Boko Haram to every other terrorist group in that region An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died in Libya Since our intervention Is way higher than the number that might have been killed by Gaddafi Ok thank you Steven 我真的希望我們買這個F-10幾戰機來 最大的功用呢是拿來當自拍的背景 永遠永遠都不會真的拍上永場 馬上回來